15本的狂暴天鹰火炮 狂暴头屎炮 伤害真的太离谱了 那么现在的天女矿族还能玩吗 还能 但是天女需要干掉大本和援兵 我们都知道 现在15本飞艇镜像操控特别多 所以很多阵会把大本外置 避免被飞艇 飞到中间 那他这样就给了我们天女爆本的机会 天女爆掉大本 杀掉援兵 然后利用矿族的数量优势 就能完成收尾 而15本最恐怖的爸爸塔 在矿族面前 就是个弟弟 那我是玩闪争泰坦的嘛 一直对吧 天女矿族技术一般 但是之前用天女矿族打卓服锦标赛 五场三星的三场 关键是这个牛派他不持操作 规划好路线 三星真的是受到勤来 那么这边我是以边缘320单位为例 给出了一套通用的配品 五个天使来女王 三个操扎开墙 三个操哥断边 五个气球探路 一个龙宝控走位 15本建筑都很硬 逐力矿工 多大一些 带18个 野猪少带一些 九哥就可以 小单位 再来 一苍蝇 两猎手 一武神 一法师 两哥布林 一弓箭 武神主要是帮助蛮王处理外置的骷髅 小哥布林则是快速灵活 清理罐子 当然配兵根据阵型而定 有时候大本火力太猛 可以考虑带一个石头人 药水特别简单 配两狂暴 两治疗 一冰冻 一隐身 和一个毒药即可 援兵全则 野猪 狂暴 冰冻 和训练营 矿猪最怕的就是双狂暴塔 好吧 那我打的素材 刚好就是双狂暴塔 矿猪不是最怕 回之阵吗 回之阵这个不在 不在矿猪的三星范围内 OK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教学 首先下一个女王 对 气球探路 天使 打天女 你永远要记住 不要期待着女王 会往哪个地方走 你要顺从她的意愿 你向这个地方 她是往右走 那我们就从右边开墙 对不对 这还有电塔 这电塔不是白给的吗 真的是 女王隔墙设电塔 气球继续探雷对吧 右边龙宝好像断步掉 再补一个气球呗 方子女王走歪 这边我们可以提前开墙啊 两个大乱 对 你别待会后面开就 我就觉得慢了啊 这边 哦哦隐身隐身 哎呦 好小天使啊 大金龙啊 大金龙那倒是没什么威胁 嗯 哎 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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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王王座啊 有点痛 然后的话 马王补上去 这个下兵要注意啊 先下野猪 可以双子下兵 治疗直接给啊 防止有双炸 防止矿工被秒了 对对对走走走走走 哎呦分牛了呀 我缺着 好狂暴多头 有点恶心啊 冰下那个多头 往上走走走 一二三七三 往中间 这边一个治疗狂暴 好吧 狂暴加治疗 中间直接开始说哈 嗯 这是勇王被勇 被蛮王的那个法 啊对应该是法师啊 法师 小野蛮人给拉走了 问题不大 路上图还有大招的 是不是 刷个大招 啊 非常的简单 说一嘴 那哪里不会点哪里 那说一嘴 看嘛 我的打完了 快打完啊 时间还有接近 对吧 五十秒 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简单 有什么难度啊 就就你 你天举爆个板 杀个援兵 好吧 但是啊 你一定不要去碰回之战 碰回之战 确实是招死 哎呀 三下三下 哪下哪下 咋咋咋 啊